大會主席韓國瑜院長 蕭美琴副總統 土榮泰院長 土阿盧奈匪利總理和賈向力 來自友邦和友好國家的親後團團長 還另外會賓現場以及收看電視和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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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集聚一堂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一起為今天美麗的臺灣喝采 迎向明天更美好的臺灣 一百一十三年前 一群充滿理想抱負的人 揭竿起義 推翻定制 他們的夢想是建立一個民友民智民想的民主共和國 他們的理想是打造一個自由平等國外國度 然而民主的夢想曾經在熊熊戰鬥中被吞噬 自由的理想 常連在威權統治中被侵蝕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七十五年前的古靈頭戰役 六十六年前的八二三戰役 我們不分先來後到 不分族群你我 守住了的臺灣軍法 守住了的中華民國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四十五年前的美麗黨事件 以及前前後後一連串的民主運動 一批同樣懷有民主夢想 自由理想的人 無謂犧牲 前撲後去 用生命推開民主的大門 一百多年來 人民想要當家做主的願望 終於實現 各位國人同胞 中華民國曾經在國際社會被驅逐 但是臺灣人民從未自我放逐 臺灣人民在這塊土地上 舔手知足 但當我們的朋友 遭遇天災為難 面於百年 毫不遲疑 身手援助 臺灣Centure 不是口號 是臺灣人民愛好和平 與人為善的行動 過去 臺灣人民 用一顆回收 照片轉世來 開創臺灣的經濟成就 現在臺灣科技 運用一顆晶片 驅動全世界 成為繁榮發展的世界動力 臺灣人民多元無懼 我們的尼飛亞 是世界皇后 臺灣人民勇敢無謂 一位臺灣的女兒 云立廷是世界玄后 十七歲的蔡允榮 蔡允榮 用她沉穩的雙手 奪得世界第一的目光榮耀 二十歲的陳思源 傳承了父親的記憶 勇奪冷凍空調的世界冠軍 新一代 臺灣製造的年輕人 再次擦亮臺灣製造 Made in Taiwan的招牌 我要感謝一代又一代 游人同胞 同舟共聚 風雨同行 現在 中華民國已經在 臺灣金馬落地聖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 在這塊土地上 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臺灣 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更要向全世界 開支善業 迎向未來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度過了一次 又一次的挑戰 中華民國 始終屹立不搖 臺灣人民始終堅韌不移 我們深知彼此的立場 有所不同 但始終願意崩擾彼此 我們深知彼此的意見 有所起義 但始終願意攜手前進 從而鄰居成為今天 中華民國 臺灣的樣貌 身為總統 我的使命是 維護國家生存發展 團結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並且堅持國家主權 不容侵犯並吹 我的使命也是 保護全體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堅定落實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 跟民主國家肩頂肩 共同發揮克服力量 靠實力 確保和平 讓世世代代 皆能安生立命 我的使命更是 照顧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的 生活生計 積極發展經濟 擴大投資社會照顧 並且讓經濟發展的成功果實 和全民共享 然而 國家的挑戰 未曾間斷 全球的挑戰 也正是臺灣的挑戰 全球氣候變遷 衝擊世界的永續發展 突如其來的傳染病 衝擊全人類的健康與生命 而危險主義的擴張 也在在挑戰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威脅我們得來不利的 民主自由的生物方式 因此 我在總統府成立的 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健康的臺灣推動委員會 以及全社會 王位任性委員會 這三個委員會 緩緩相扣 都和國家任性息息相關 要打造更強烈的臺灣 積極應對挑戰 也加深臺灣和國際社會的合作 我們要強化臺灣 因應極端氣候風險的調適機制 更為持續推動 第二次能源轉型 確保電力穩定工業 並透過發展多元綠能 深度節能 以及先進除能 來穩健邁向全球 2050靜零轉型的目標 我們要有效防堵國際傳染力 並且提升國人平均率 降低無健康免數 以及落實健醫療平權 讓人民健康 讓國家更強 讓世界擁抱臺灣 我們更要提升國家整體的 國防 民生 災防 民主 四大任性 臺灣人民越團結 國家就更安定 臺灣社會準備越充足 國家就更安全 臺海也更和平穩定 臺灣有決心自力維護臺海的和平穩定 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環穩 也願意和中國共同命運氣候變遷 防堵環穩定 以及維護區域安全 追求和平共同 為兩岸人民帶來福祉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支持中國 投資中國 以及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國力的提升 無非就是期待 中國一起為世界彈奉獻 對內重視民生 對外為富和平 當前國際緊張情勢不斷升高 每日間有無數的無辜人 無辜人民 死傷與戰鬥 我們希望以來能夠發揮影響力 和世界各國共同努力 結束俄武戰爭和中東衝突 也和台灣允許承擔國際精神 對區域和全球的和平 安全與繁榮 做出貢獻 在國際情勢 越混亂的時代 台灣將更成為 成為區域和平穩定 與繁榮的地面 我相信 一個更強大的民主台灣 不只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理想 也是國際社會的期待 我們會持續壯大台灣 推動跨領域的經濟發展 台灣的經濟實力 不是奇蹟 而是全體國人的共同黨 我們均衡台灣 包容成長的目標 把握世界趨勢的變化 繼續站穩全球民主供應鏈的關鍵定位 未來 除了五加二產業創新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外 台灣的辦公室 人工智慧 軍工安控 以及次世代通訊的五大信貸產業 會更加鴻鴻發展 布局全球 我們同時會推動中小危險企業的轉型發展 行銷全世界 各位民營同胞 我們也會持續落實跨區域的均衡台灣 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對於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補助團 以及普通統籌分配稅項 大幅增加八百九十五億元 總共達到七千兩百四十一億元 創下新高 同時在治水預算上 比今年度增加一百五十九億元 總共達到五百五十一億元 來協助全國各縣市 因應極端氣候的挑戰 我們也會加速提升全國陸廣的安全 打造以人為本的 我們要完善捷運網絡 篡起北北基陶鎖鎖生活圈 也要進行陶竹苗大細谷推動方案 打造串聯南北中部科技巨獲 啟動智慧科技大藍光產業生態器推動方案 我們也會加速推動東部交通路往安全 讓東部的鄉親 有幹安全回家的道路 並且要加強離島區的基礎建設 提升生活品質和觀光人面 各位不能同胞 我們更要落實跨世代的照顧人員 年輕的爸爸媽媽 我們會繼續推動 0到6歲國家17.2.0 並且更進進步 我們已經增加多育費用補助 也會提升幼兒園的服務品質 孩子是國家的為了 政府有責任幫媽媽照顧 各位年輕同學 我們會繼續落實高中時免學費 持續補助私立大專 校免學生的學費 更進一步 我們已經成立青年百億海外園夢季節 年輕朋友的夢想 政府有責任幫忙幫忙園夢 各位青壯年工友 明年基本工資會再調升 租金補貼戶數也會再增加 我們會擴大社會投資 在生活工作居住健康 夫老稀有的面向 提供更多的支持 青壯年工友的家庭負擔 政府有責任幫忙檢協 全國的阿公阿媽媽 每年台灣就要邁入超高齡社會 我們會提早啟動長照三天年 逐步落實慢性兵防治者的888計畫 我們也要成立百億癌症新疆基金 推動健康台灣生根計畫 並且強化社會安全化 加強弱勢照顧 以及弱勢對青壯四代等各階層的 心理健康支持 來具體實踐全人 全領全社會的照顧 我也深深知道 大家最在乎的是高房價的生活壓力 最深入痛絕的是詐騙痕起 我要向國人承諾 執政團隊不會迴避這些問題 即便得罪特定團體 也在所不惜 我們會加強打炸的力道 加快打炒房的效率 我們會破大租屋主的照顧 平衡萬屋主的需求 實現居住正義這條路 我們會一起走 繼續走 今天 陳水平前總統 蔡英文前總統 以及不同政黨的領袖 都來到現場 我要感謝各位的參謀 這代表著國家一代又一代的實力聯繫 也代表著台灣多元民主的價值與意義 國家要團體 社會要安定 感謝近期韓國醫院長和佛龍泰院長 開啟朝野的合作 將促成朝野黨行會商 民主國家的政黨 對內競爭 藉由競爭推動國家進步 對外團結爭取國家利益 無論我們來自哪一個政黨 無論我們主張什麼政治理財 國家利益 永遠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 永遠不能夠凌駕人民的利益 因為 這正是創建中華民族的先例 拋頭爐灑熱血 所秉持的精神 這正是衝突威權的前輩 犧牲奉獻追求民主 所帶給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啟示 也正因為如此 我們今天才會不分黨派 不分你我相聚於此 我們大家 不論喜歡稱呼我們自己的國家 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都要有共同的信念 我們恨慰國家主權的決心不變 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的努力不變 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健康有序對話交流的承諾不變 我們世世代代 我們世世代代 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堅持不變 我相信 這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共同夢想 也是台灣社會 中華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共分彼此 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